仁爱国小大礼堂一大早就有民众排队抽血检查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协助身障朋友到检查站接受筛检 台北华中福人社结合了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和金融市政府 10号上午在金融举办免费肝炎肝癌及肤超筛检活动 现场提供了150个名额给30岁以上的身障朋友免费筛检 台湾V肝C肝非常的盛行 可是大部分的V肝C肝朋友事实上他们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筛检 那么这个筛检包括抽血检查肝功能 V肝C肝的病毒标记还有胎儿蛋白 另外还要做超音波检查 这一个缺一不可 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久久才做一次 至少每年甚至每半年三个月 要看病人的病情来决定 一定要做一次抽血跟超音波检查 这样才能把我们有没有V肝C肝了解 还有我们肝病的情况了解 我们也为了很多的身障的朋友 他们因为很多交通上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特别来基隆做这个地区服务 也希望把我们今年的福伦年度主题 爱分享 分享爱 能够把我们的爱心 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得到 也希望福伦人平常都能够出钱出力出时间 出爱心 把大家能够结合在一起 也能够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要爱惜自己 因为C肝 因为肝病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超音波 能够让更多的 这边的民众能够早日发现 也能够爱护自己 希望我们全民都能够有 好心肝 好健康 赛检活动现场 全程安排无障碍动线 及提供手语翻译 师傅安排志工在现场 协助伸脏朋友提供完善服务 我们平常都宅在家里 那平常的时候 因为不方便出门 所以我们说 希望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这一群伸脏者 当他们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不要忍耐着 而只是靠有时候吃止痛药 来治疗 那当到发现到说 真理很不适应的时候 那往往会都延迟了那个治疗 非常感谢这个 我们市政务美和 让市长朋友也可以有 这个健康检查的资讯 那因为肝病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是我在台湾算是一个国病 那慢慢经过这几年的推广 我觉得我们人民都会预防 然后也会得到及时的治疗 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昕 和卫生局长张震贤 一同出席筛检活动 特别感谢民间单位和市府携手 照顾伸脏朋友打造有爱的城市 爱心是大家一起累积出来的 能够重视北台湾所有 伸脏人的福利 也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 民间跟政府一起合作 今天这个场域让我们可以提早的 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 不是在后面做医疗 更有价值是做预防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什么情形 一定要健康检查 那今天很重要的是超音波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无拓无辐射 让大家可以好好在这么好的环境 一起来了解自己的健康 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努力 一起来帮我们的身脏同胞们做健康检查 那这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因为我们现场会有这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身脏朋友比较容易的进入这个检查的空间 再者呢我们的盲包呢 也会有人来协助参幅 那听障同胞呢 他们更有手语老师来协助他们跟医护人员来做沟通 我想这个是完全符合我们身脏同胞 以及弱势族群他们的一个需求 干基金会推动全民复操运动 首度巡回金融提供身脏朋友服务 结合市府力量 一起为身脏朋友永保健康 新年操了没 好情好干好健康 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好非常棒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